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美国,化学工业电条紧密而庞大。 罗伯特是一名律师,他所在的律所是一家专门为化工集团提供法律援助和申诉的专职企业律所。 十几年来兢兢战战,罗伯特对待事业认真上进,家庭幸福美满,他赢得了同事的肯定,生活的滋润。 整整日上的罗伯特成为了律所的合伙人,在充满喜悦的这一天,却也迎来了他人生的转折。 在罗伯特还沉浸在生殖的喜悦中时,这一天的律所,来了两个莫名其妙且粗鲁无礼的不速之客。 他们风尘仆仆,其中一位声音最大的叫坦农。 他的脸上阴沉沉的,语气也是急促而糟糕。 坦农是来自西弗尼亚州帕克斯堡的农民,他愤怒地向罗伯特控诉, 杜邦公司污染了汽水,导致牲口全数离弃死亡,并给出了证据交给罗伯特,希望从这里寻求法律帮助。 但这显然超出了罗伯特的义务范围,他拒绝了,但坦农也并不松口。 罗伯特听到了坦农是从外婆那里得到自己的联系方式后来到这里,态度也开始放松。 即便婉拘了请求,身为律师,心中的不安还是提醒着他,时刻保持严谨。 罗伯特自驾前往了西服吉尼亚州,拜访了许久未见的外婆,顺道来到了附近的农场。 这里正是坦农的居住地,坦农向罗伯特展示了自己从死去牲口身上取下的器官。 新鲜取下的器官还带着血腥感,永远百不完好的包裹着。 它们无一没有发生病变,或种大或惨淡的形状和模样,略微有些甚人。 但罗伯特还是不愿相信自己所维护的企业会有问题,毕竟杜邦是家大公司,而控诉他的却是来路不明的小农民。 秉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罗伯特决定快速解决这个纠纷。 根据坦农的描述,他曾经向州级政府和联邦以及环保局发出过举报,而相关部门也确实来此地查验过。 但得出的调查报告,他却无从得知,罗伯特身处律法职场,在会议上通过和杜邦公司高级法务菲利普的沟通,轻松取得了相关调查报告。 第二天,便将报告送到了坦农手中,调查报告显示,该地区空气质量差,牲口缺乏营养,营类过多,与污染没有关系。 这样的调查结果令坦农大惊失色,纷纷不平。 而罗伯特却也倾向于相信报告结果,直到一头突然向罗伯特发起攻击的病变奶牛冲向他。 躲在车里的罗伯特才开始有了动摇,心中的第六感好像在警醒他该做些什么了。 罗伯特向律所提交了声明,代表了自己将为坦农进行法律援助。 此时的罗伯特只当这是一件普通的诉讼案件,只要为坦农赢得赔偿金即可,但后面故事的走向却令他始料未及。 罗伯特向杜邦公司正式提出了诉讼。 菲利普也震惊于,罗伯特会为了一个农民伸出援手与权威作对。 直到一年多以后,罗伯特才收到了杜邦公司送来的相关内部资料。 在一番调查之后,罗伯特发现了一种叫做PFOA的物质。 这是从农场土地里检测出来的物质,却无法在网络上搜索到相关信息。 纵然他翻译了大量化工书籍,也没有这个物质的资料。 好奇让他开始有了窥探真相的想法。 罗伯特天天炸对于信息和资料的检索之中,家庭的欢乐时刻与庆典他都无暇享受。 儿子的成长点滴也几乎由妻子全书照料与陪伴。 亲情的缺失和工作的压力,无事不刻笼罩着他。 杜邦公司购买了大量的液体集装箱进行垃圾投放。 可是报告里的垃圾与废料显然并不需要用到这个容器。 这极有可能是PFOA引起水污染转移污染源的容器。 顺着这条思路,罗伯特与绿索的合伙人们开始了激烈的讨论。 他们认为,杜邦公司敢在环保局眼皮底下投放不合格的物质, 很有可能是因为这种物质并不在环保局的有害物质和名单里。 而业界老手杜邦公司的成立时间比环保局成立要早很多, 极有可能见方插针就此隐瞒了过去。 罗伯特向法院提出了扩大证据开始的范围, 而这也意味着罗伯特真正和杜邦公司拉开了炮火。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罗伯特早已身处战场, 菲迪普当众和他撕破了脸。 妻子也因为这件事情对罗伯特很是失望, 他并不希望平常的日子被打破。 而罗伯特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顶着家庭和公司的双重压力, 他还是埋头日复一日地研究坦农案。 距离坦农案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资料终于来了, 但却像是故意模糊视角的幌子。 杜邦公司送来了整整一间房间的资料, 密密麻麻而沉重, 足以压垮罗伯特的一切理智。 但他稳住了心态, 这些资料无法精读, 这样的量是下辈子也无法看完的, 他只能按着PFOA粗略的线索来进行搜查。 没日没夜, 好像日子与两年前没什么不同, 却又什么都不同。 罗伯特的样子憔悴了许多, 也许他的内心每一秒都在高速运转和考量法律, 但精神却无比萎靡不振, 这是被现实打压的证据。 转机在于罗伯特无意间地发现, 在于化学博士吉莱斯皮进行询问后, 罗伯特发现, PFOA很有可能是一种用于工业制造的人工碳氟化合物, 会对人体产生巨大的消耗和影响。 但这样一个未知的线索是如此的庞大, 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 又怎么去证明这和死去的牲口有关? 而此时的问题在于, 这已经不仅仅是坦龙案, 而是涉及到政府机关与环保局, 甚至全体大众生命健康的生死问题。 这是一场巨大的阴谋和浩劫, 而接下来的事情, 狠狠地证实了罗伯特的猜测。 更可怕的是, PFOA与特弗龙相联系, 一切便迎刃而解, 但却缠绕在密密麻麻的地底下。 原来, 当年响当当的美国智慧特弗龙不沾锅, 正式使用了PFOA, 又称为C8, 这种材料防水, 但黑心的无良企业, 却把它用于了制作其他产业店物品, 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独邦公司便是其中一家。 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 参与特弗龙产业店生产的工人们, 几乎都患癌症去世。 独邦公司用动物做实验, 也出现了死亡和器官病变, 负责清洗C8集装筒的女工, 甚至淡下了面部畸形的婴儿。 强大的证据带来了 坦龙案件的民事和解与赔偿, 可事件的严重程度早已远远超乎了想象, 罗伯特并不想就此了结这桩案子, 他与所有人的安全和幸福息息相关, 但律所的合伙人们几乎都反对他, 妻子也不满他整日疯狂地沉迷于这个案件, 而忽视家庭。 多重的压力让罗伯特几乎喘不过气, 几年的光阴也不过百句过细, 罗伯特将一百三十几份有力证据上交了法院, 这才换来了案件的上庭机会。 但听证会上的杜邦公司, 却联合科学家和机关工作人员狡辩和逃避责任, 这猝不及防的一击让罗伯特溃不成军。 又经过了两年的努力, 罗伯特终于又把杜邦公司董事长找来了询问, 经过七个小时的博弈, 疲惫地结束了询问, 案件也终于迎来了曙光。 环保局判定了杜邦集团支付一千七百多万的赔偿金, 杜邦集团发出声明将集结与案件两方无关的科学小组进行受害人口普查, 倘若查出PFOA真的导致相关疾病, 将一次性支付上亿赔偿金。 似乎是黎明终于冲破了黑暗, 看见曙光的罗伯特在这好几年的纠缠中, 第一次恢复往日的喜悦, 并与家人共度节日。 研究小组也成功搜集了六万九千份血液样本进行温习, 日子开始变好, 每一天都有了期待, 但血液报告却经过了许多年才出来。 在这期间, 罗伯特遭受了等待赔偿金无果的众多民众的诽谤和人身攻击, 经济的紧张和压力也曾一度击垮他, 但正义总算是到了。 若干年后, 报告出来了, 独邦公司撕毁了协议, 表示不赔偿, 耍赖行为让人不耻, 十几年的努力与心血支撑着罗伯特, 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 帮助三千多位检测出病情的民众, 状告独邦公司。 在胜诉三起案件后, 独邦公司全额支付了所有民众的医疗费用, 6.7亿美元,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近二十载的岁月悠悠而过, 却如同罗伯特沉重的半生, 时光的车长碾压过, 深邃地刻下印记, 弯弯扭扭地写着两个大字, 真相。 自昨天起, 空气里都是腐烂的味道, 他们走在人行道上, 假装失去了嗅觉。 自今天起, 大地开始发出悲伤的无业, 他们望着牛羊, 仰装没有了听觉。 自明天起, 岁月消失的无踪无忌, 死去的一切徘徊在半空, 凝望着正义的尖刀, 滑向罪恶的壳子。 这一次, 他们终于有了知觉。 作家高尔基在燃烧的心中描写了 这样一个名叫丹科的人物, 他燃烧了自己的心, 来照亮人类的前途。 纵然这新的光芒渐渐微弱, 却仍旧奋不顾身地燃尽了自己。 罗伯特亦是如此吧, 若为真相故, 燃尽又如何呢? 故事配老酒, 明昭在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